我們簡報65頁呢 來跟各位介紹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逆推回去 有聽過逆向工程嗎 一台車子我不知道怎麼做 就把它拆了 所以呢 如果你這張圖片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下提示詞比較好 你可不可以顛倒過來 可以 我們不管用ChipGT 用Copilot 你都可以請他 幫你分析這個內容 比如說你看我們這一張好了 像這個 如果你們要找一些靈感 在簡報64頁這裡 你可以到 Pintex 這個 雲端服務 一般大家搜尋引擎你會找Google 對不對 可是呢如果你是要找一些設計的靈感 很多會來這邊找 這個也是設計 設計 師的 這種 設計靈感的收訊引擎 那他的連結在 右下角有一個手 你可以打開 上面有很多設計師就會把他的作品丟到上面去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如果你想找看看 我要什麼樣的 感覺的 你可以直接用中文也可以找 這樣OK 那以我現在 比如說我現在 65頁這一張 65頁這一張 我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 請問 如果你要下提示史要怎麼下 蛤 一個透視角的 房間 裡面有木製家具 沒關係 我們來請他幫幫忙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把你 這個圖片把它下載下來 像這樣把它存起來 好像我這邊已經有了 我就 不用存了 你可以問 免費的就可以了 免費的也可以問 也可以問什麼 口拍的 我先用口拍的給你看 你看這裡 但是你要進到那個 對話式的這個 你不能進入那個生成圖片的那一個 你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就有一個上傳圖片 你就點開 是不是從這裡上傳 好 點下去 好這張 那你就問他 簡單的你可以像這樣問 請你幫我分析這張圖片的內容 這是簡單的 對不對 那他就會很認真的 來這裡 這樣 丟給他 好那同步的 Check GT 我也來問他一下 點到這裡 按這裡 你是不是從電腦上傳 傳上去 好我們找到 我們 剛剛那一張 好一樣 你看兩個是不是都一樣 只是一個打在上面一個打在下面而已嘛 好這邊應該已經分析完了 我們看他 分析的 對不對 好他說呈現一個舒適的角落 以立體化3D渲染 所以他這個其實不是繪製的 好就是 不是照片啦 他事實上就是那個3D的 好有一個米色的愛心型沙發 米色的愛心型沙發 這個嗎 好 然後你看 地板上有 有黃色地毯 有紅白相間的圖案 黃色地毯 真的有 對吧 然後呢 一張木質咖啡桌 我在這裡木質咖啡桌 上面有擺這個 有旁邊還有植物有看到嗎 還有白色燈罩 今天嗎 真的有 這樣有感受到AI的視覺能力吧 你看chip GT的 基本上都一樣啦 你看 是不是差不多 有電視 電視還寫 黑批 這個 情人節嘛 對不對 來 真的有嗎 偷看一下 高爾西亞情人節 真的有耶 這樣有感覺讓他視力比你好一點吧 各位 那你透過這樣子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他還給你色彩搭配 有感覺了齁 所以 請問 你這樣要怎麼下提示詞 蛤 你就問你就跟他講我想要生成這樣的圖片你可以幫我優化一個提示詞 這樣就好啦 對啊對啊對啊你看我就來這邊 我想生成這樣的圖片 我想生成這樣的圖片風格 請你幫我 提供 一組 優化的 提示詞 是不是 對當然你還可以告訴他你想要什麼樣的內容 是不是可以自己改 人家都已經不好意思他就直接想幫我生成了 但是 一樣的這個齁 我把他丟到這邊來 請他幫我提供 這樣有沒有 他這就幫你提供好了 你就可以試著 丟給 你的那個 口拍的試看看 來你看一下 人家真的也把你的字弄出來了 有沒有跟他有點類似的 真的也有圓桌 然後這個沙發 真的有像 這樣可以喔 下面真的也有鋪一個圓圓的 所以他真的看得懂 你丟給他的圖是什麼 所以 這個是一種方式 只是說我們這邊比較簡化 我沒有問他很多 那如果你是 像我右手邊這一張 比如說像這個雜誌的 對不對 你就可以甚至在 請你幫我 仔細描述這個圖片裡面的構圖元素喔 剛剛我們那張沒有人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 你可以讓他 甚至你請他告訴你 這個的攝影技巧是什麼 美學的風格是屬於哪一種的 是不是都可以 這樣你有感覺 會問問題還是蠻重要的啦 這樣子你就可以得到比較多 這樣了解 不過有一個要注意一下就是 如果你上傳的圖 是有包含人臉的 那因為這個會牽涉到隱私的問題 就變成人臉辨識肉收了對不對 所以 他針對人臉的部分 他不會給你太多詳細的描述 得要你自己去補充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你應該不希望人家看到這張照片就肉收一下 這個是誰幫我找一下 現在用AI找可能會比你用自己人工找更快 這樣就會有侵犯各自的問題 這樣OK嗎 好所以你可以稍微試看看喔 0 recovering